独家导演明金城距禁80人观望砸百万做事管四度落空。 48岁导演明金城去年5月8日跟小他6岁的圈外女友拍梯登记结婚,当时他就放话要拼生孩子,如今结婚刚过一周年,他所现身由他指导的大爱连续剧《阿英的成长日记》首映会,透露这一年来在台北荣总做了四次使馆婴儿,前后砸了一百万人无结果。 明金城收过剧中女演员黄轩送的《好运棉》,也带助拍梯到越南等国家度假,但就是没动静。 夫妻俩的身体都很健康,检查后没有毛病,他说老婆想生孩子,所以我们就是适用做的,但要打很多针,半夜二点要爬起来往肚子打针,真的很辛苦。 也觉得每次光是看作使馆的门诊,都排到九十几号,放眼望去满满都是人,根本没有感受到何谓少子化。 拍梯是上班族工作地点在桃园,夫妻俩周末才相聚,如果明金城要拍戏,更是早出完规。 他投入在容总做使馆婴儿的成功率高达八九成,但每次看诊,取卵,取经,培养,冷冻再植入过程反锁,其中光是取卵,取经九个一二次。 近期进行第四次时,原本正准备要将胚胎植入老婆的自宫,她却得了气室炎入院,医生担心如果开刀会影响,只得暂缓。 讲到取经过程,明金城露出五位杂陈的冒汉表情,她被护士要求在四十分钟内完成任务,但走到指定的房间门口,一看门上挂住大大的取经室,回头一望有八十多位求诊者在身后盯着,立刻把腿离开,直接开车回南港的家才自在交货。 明导演做四次试管,四次都这么取经。 好友黄小柔和六月一听念她你跑回家干吗?就近在车上去就好了。明金城差点没昏倒拜托在车上,车窗是透明的好吗?二女索性建议她多数音下更被她否决怎么可能了? 明金城坦言以前不太爱小孩,但随着年龄增长,很多想法渐渐改变,觉得结婚还不错,还好这时候见,时间到了,心也比较定。 给二位算命师批流年时不约儿童都说她今年六七月有希望的子,让夫妻俩很期待。 明金城市南墙工商店影电视科第一届毕业生,十七岁入行,但演完《麻辣仙诗》后久改当导演,曾在十八镜布金自导自演,结果搞到快发疯,她觉得一新二用容易有盲点,最后决定专心走导演这条路。 这回她指导大爱阿英的成长日记拍出跟过去大爱迥异的喜剧风格,令人期待。 阿英的成长日记拍出跟过去大爱阿英的成长日记多久。 感谢观看